柯文哲昨天專訪表示自己7月2號去環南市場是被設局 他根本不知道要跟這麼多人一起去開記者會 以及還稱中央從萊豬議題到環南市場染疫等事件都事先設局 請問政院的回應 柯市長說他被設局其實這樣是有損他高智商的形象 事實上在環南市場的這一個案子裡面是在之前 那我們透過大數據的分析以及這一個所謂精準疫調的這些疫調資料的分析 我們判斷說環南市場是有群聚的 而需要更積極的一些介入的措施包括普遍的篩檢 然後就做好這個分流跟隔離 那還有這些個案的一些安置 那所以在這個指揮中心就決定必須要介入 那成立這個前進指揮所 那這個前進指揮所是會跟北市府一起來成立的 所以在事前指揮官就親自打電話通知了北市的副市長 那柯市長也知道 所以當天到了環南市場 事實上柯市長是比指揮官還早在場 那以上說明 那再來T台想再詢問 柯文哲也說不讓BNT疫苗進來是意識形態 因為其實我們也用了很多中國貨 那柯文哲說他不接受這樣的說法 那請問政院怎麼看 對於疫苗的部分 政府的態度跟原則始終不變 就是我們積極對外多元採購 國內也能夠能夠研發這個來疫苗 能夠充足供應在國內的需求 那也就是說只要符合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 政府都樂於採購 那這邊不要多做過度的揣測 尤其冠例BNT的疫苗先前有許多的傳言 這個傳言包括是不是有派系介入 有政治利益的介入等等 陳中部長都已經多次的澄清跟說明 甚至有立委也提告了 那希望大家也不要以而傳而 那讓這一個政府的採購也好 相關大家對疫苗的關注也好 回到一個剛剛講的原則 就是只要合法有效安全 大家一起來努力